北民有声 我有一座恐怖 第485集 之前被吓晕的出租车司机竟然控告成哥是劫匪 成哥在东城派出所与他对峙了起来 并从他口中得知了黄林似乎遇到了危险 成哥目光变得凝肿站了起来 你说你给那个女人打了电话 他在求救 你有没有上楼看看 那个女的是不是出了一晚 我哪还敢上楼啊 这也是我最生气的地方 我以为真出了杀人案 等天亮警察来了以后 去那家夜查才发现 他妻子患有间歇性的精神病 昨晚是他犯病了 这点我可以证明 我们跟那个女人的丈夫沟通过了 田磊事业司机坐下 看向了成哥 并从抽屉里拿出了一个证物袋 里面装着一个手机 这是那个女精神病的手机 所有通话记录都被人删除了 但是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那个病人 为什么会把你的号码设置成一键拨号 你和他到底是什么关系 被田磊的目光逼逝 成哥沉默了一小会儿 然后说出了一件 让所有人都感到惊讶的事情 昨晚我和我的一名员工 将皇陵送回家室 他曾向我们倾诉 说他的丈夫 是一位控制欲很强的精神病 疯的不是他 是他丈夫 你有什么证据 皇陵一直在外工作 养家糊口 他丈夫贾明 将自己关在家中 不与人接触 自我封闭 从生活态度上来说 贾明更可能是那个病人 之前我也请研队调查过贾明 具体情况 你可以询问研队 你们没有见过真人 只是通过外围调查 怎么能轻易下结论 贾明和皇陵我都接触过了 连皇陵自己都觉得自己有病 你却说生病的是他丈夫 难道你比患者自己 还了解本人 田磊因为担心发生意外 接到四季报案后 大清早就亲自赶往皇陵家 并没有看到所谓的凶杀 也不存在家暴的情况 皇陵身上没有任何伤痕 我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 我感觉你们都被皇陵的丈夫欺骗了 他曾经是个单纯善良的人 但人也是会变的 说不定 经历了生活的摧残之后 他身体里 现在正住着一只魔鬼 这次的对手很狡猾 不能大意 事情的发展 和自己想的完全不同 皇陵还没探出消息 就已经被控制 这样诚哥产生了一种危机感 诚哥和田磊 你一言我一语 旁边的出租车司机已经听啥了呀 谁是精神病 谁在撒谎这样的问题 他完全没想过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他以后再也不敢深夜开车去东郊了 严队是也诚哥和田磊停止争吵 你俩都安静一下 皇陵和他丈夫的笔录你们有吗 只有皇陵丈夫的 皇陵昨晚刚放过兵 我们担心再次下到他 就只是简单询问了一些问题 田磊所在的东城派出所 任请卫要比西城派出所重 不过有时候 有任请卫反而会影响主观判断 你们的方向出现了错误 昨晚和诚哥在一起的是皇陵 给司机留下电话号码 将车开走的仍旧是他 这个女人才是整起案件中最关键的人 严队将东城派出所整理的笔录扔在桌上 走 我们现在再去一趟皇陵家 正好我也想见见他们 你有趣吗 不用了吧 这事交给我们来就行了 田磊并没有意识到 这案子背后隐藏的威胁 觉得他们派出所完全可以胜任 既然遇到了 那就去看看 不管不顾 这可不是一个警察该做的事情 严队直接打开了办公室的门 朝外面走去 李正和诚哥紧随其后 屋内很快就剩下田磊和司机两个人 警察同志 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我能走了吗 田磊带上警帽也走出了办公室 一起过去吧 你是受害者 这时候你不再可不行 小青阿文 你俩留下来看家 今晚辛苦一下 有事给我打电话 田队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小青刚清理完地面 但是那个罪汉又吐了 晚安 田磊摆了下手 领着司机走出派出所 晚上九点多 两辆警车开到了黄陵楼下 阎队 火灭不通知一下他们 这样直接过去不太好吧 你白天不是通知过他们了吗 这不合规矩吧 几人来到寺楼 敲了半天门 才听到屋内有脚步声传来 那人十分警觉 没有开门 谁啊 警察 请马上开门 配合调查 田警官 防盗门被人打开 一个神色憔悴的中年人 探出了头 您怎么来了 白天不是都问了一遍了吗 进去说 几人全部进入屋内 陈哥跟在最后面 非常低调 屋子不大 看着十分简陋 沙发破酒应该是二手的 茶几上残留有屋子 上面还扔着一包水果糖 随便坐 贾民看着要比实际年龄 老狠肚 他跑到厨房 倒了几杯水出来 你妻子呢 他的病好些了吗 我们有几个问题 想要问他 沿队民面上 是在询问黄林的事情 世界上双眼 一直盯着中年男人的脸 注视着他的表情变化 好多了 我这就把他叫出来 贾民走到卧室门口 轻轻敲了敲门 黄林 警察想问你一些东西 片刻后 一个脸色蜡黄 看着没有什么精神的女人 走了出来 你就是黄林 严队仔细打亮了眼前的女人很久 她和资料上的照片差别很大 昨晚你是在哪儿遇见的诚哥 为什么你会把她的手机 设置成一键拨号 哦 我不记得了 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我全都不记得了 黄林坐在沙发上 她甚至连看都没有看诚哥一眼 一点印象都没有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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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林声音突然变大 她双手用力砸着脑袋 距离她最近的贾民 没有马上过去 反倒是稍远一点的诚哥 和田磊同时却抓住了黄林的手臂 冷静点 我没看到 我昨晚什么都没看到 田磊控制住黄林后 朝着颜队说道 跟我们上午来一样 只要问昨晚发生的事情 就会犯病 她本身就有病 昨晚估计受到了惊吓 导致病情加重了 病情出现变化 肯定有一个诱因 颜队说完 看上站在一侧的假民 昨晚你在干什么 我一直在家呀 黄林回来的时候 就有些不正常了 好像是被什么人胁迫 跟刚才表现出的症状一样 我一问她看见了什么 她就疯狂吹打自己的头 贾民说完后 偷偷扫视几人一眼 昨晚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 你应该问出租车司机 和那个叫做成哥的人 他们昨晚在一起 贾民对自己妻子的病 十分了解 她等黄林停止挣扎后 从茶几上拿起颗糖 放入黄林嘴中 说也奇怪 糖放入嘴中后 黄林很快冷静了下来 喜欢吃糖 颜队和成哥都注意到了 这个细节 他们也同时想到了 刚才在看守所里 见到的马符 明镜需要您的观看